字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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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Peter 基本上第一部分说了F5和F55的分别 以及一些基本的介绍 关于F55 现在再谈谈深入一点 现在这部是正F55的设定 我有一个AXS R5的4K组织 其实如何安装上去 都比较重要 第一点,因为 你会看到后面这个安装 后面会有一个按键 当它拆下了这个按键之后 这个按键便会弹开 一升起之后,整个按键便会脱出 其实它是用这四个扣 来扣住这四个边 去把它安装上去 这个按键当然 这个设定跟这个AXS R5的情况一样 它也是有四个锁 其实很简单 锁回上去 之后就把它拆上去 之后它这个就会锁住了 锁住了之后 其实现在已经是整个 已经在一起了 后面再加上电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 连起来RAW Recorder 和机器一起拿电 好了,开机 我会在标准中 我会很简单地讲一讲 例如有什么键 有什么用途 还有可能说 例如你要转4KRAW 或者用4KXAVC的时候 你需要有什么设定 好了,先看看这个设定 第一,前面这部分 会有一个设定的ND 所以你不需要再在前面加ND 很方便 你看到这里 其实这个版面 其实已经展示了 可能说 你最基本的行动 例如 例如你的 Slow Motion 和Film Rate的设定 例如你现在的Shutter Angle 或者Shutter Speed 你现在的Tenet Temperature 你的Time Code 你的ISO的Explosure 即是ISO的造值 以及这个有没有做到 X-Garmet的情况 基本上 其实这个设定很简单 如果你见到所有键 是现灰色的话 即是说 基本上 那部分是你不能控制的 而像现在这些 看到黑色的话 你就可以按下去 去控制 例如你的设定 在RAW 其实基本上 你只能设定了两个东西 你就是设定 Shutter Speed 或者Shutter Angle 以及你的Preset 那个Color Balance 其实Preset 的Color Balance 亦都只能给你 3200,4300 和5500 你会问 为什么不能让我设定 原因是 因为你预设了你RAW 因为宽容度很大 所以变成它就给你 它就可能说 它设定了某一个部分的设定 给你 就宁愿给你在后期 你自己慢慢搞 所以你会见到 那个Explosure 都已经设定了 在1250度 即是1250度 即是1250度的ISO 我意思是 你看到这个设定 你会见到 这里旁边 它会有些叫做 镜头, File, Timecode, View 其实在这里来说 例如 我现在想看这个 我先前拍过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回到Vue 然后找一个Fernel 你按下去就可以看到 但是 为什么我不行 原因是 因为如果你设定了一个 4K的Recorder 如果你是需要 要拿回4KRAW的Footage 你要在机身的后面 这个Aux Out 另外要让BNC 进入一个Monitor 才能看得到 在4KRAW的Footage 里面看得到的Sort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说 例如我这个屏幕 我做不到 看回4KRAW的Footage 因为我先前拍了 一个Propsy 这个辅导法很简单 在4KRAW的Recorder 你会见到 有一个Select 你D Select 你D Select D Select 基本上 它便会直接翻读 这个SXX Pro Plus的Color 例如我现在回到Vue 我按回Fernel 之后你便会看到 画面 便会去到一个 类似的 一个版面 你的版面 其实很简单 你便可以找回 你要的Sort 例如我想看这个Sort 我便按回Vue 按回Play 这样便会拍到你本身的Sort 很简单 你停止了 它完整 看完 便会立即跳回Vue 按摩摄像 按摩摄像 便会去到摩摄像 的版面 所以你要留意 这个版面 纯粹是让你进入设像 并不是像一般 Sony 机 可能揭开的盖 其实除了可以看设像之外 还可以看Vue 是不行的 这个纯粹只可以看设像 如果你想看Videos 你便必须放个屏幕 或者放一个VueFinder 好了 走回到Menu 那里 你走回到Menu 里面 基本上你见到Menu 其实很简单 所以为什麽它有些字 不大粒 你会看到 其实它都会分开了几个部分 例如Camera Audio Video VueFinder Timecode 我最主要还会说 可能说 例如如果我想录4K RAW 我要在哪装设像 或者可能我要录4K的XAVC 我要怎样设计 好了 首先我们去到最底的 叫做System 去到System 那里 你会见到走进去这个 这个叫做Base Setting Base Setting 里面你会见到 再进去这个Knock 你会见到它会有几个File 一个叫Setting Mode 如果你是要用4K RAW 如果你是要用4K RAW 的话 你一定要进去System EI 这个设计 你才可以录到4K RAW 如果不是 例如我现在跳进Custom 的话 它问你Execute Execute Execute 之后 你会见到 其实那个4K RAW 的设计 会像断电 那样 直接不能够 因为现在这个设计 其实你只可以录在XAVC 即录在SX Pro Plus的卡上 所以变成如果你是需要录这个4K RAW 你要记住 设计Shooting Mode 去做Scene EI 好了 我现在想去 另外我刚才说了用4K RAW 我现在可能想录XAVC 4K 就算了 那我要怎样做呢 其实就是你要走进去Recording Format 即Base Setting的下面 Recording Format 走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见到它有得给你选择 例如XAVC 的4096x2160的4K 或者是XAVC的HD 或者是MPEG HD 因为这个Version 1.1 即1.0 所以变成了 其实可能它暂时 都未有2K的选择 可以给你选择 好了 当我现在选择做4K 之后 它就问你Execute 之后 你现在就会见到 它有4K的设定 我再走进去 Recording Settings 你现在看到 这个Format 是写着4K 第二样东西 可能你要设定 就是Propsy 因为我刚才说了 4K的RAW 你可以录一个 XAVC HD 当你录4K的XAVC 同一时间都可以录一个MPag2的故事 但是你便要在这个 在组织的组织 织织的组织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MPEG2 Propxy 如果看到MPEG2 Propxy按按照 情况会如何? 当你录制4K XAVC 它会同一时间也录制MPEG2 Propxy 例如你拿回MPEG2 Propxy去剪 系统相对来说要求不太高 其实也挺好用 最主要是设计这件事 但最后要留意 因为RAW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设计 但当你去到XAVC的情况下 你就要留意这些设定 你要去到Base Setting 设计Color Space Color Space S-Garmet 基本上是你现在在行 S-Log2的设定 当然S-Log2的设定 你本身在下面都可以设计 这个Color Space 即是等于刚才说 例如Base on F65的Color Space 是一样的 你见到当我现在走到4K之后 4K XAVC之后 你会见到在它的版面来说 所有的东西都差不多接近 可以设计 现在我可以设计Sensitivity 还有 例如我现在见到 我始终来说 例如Color Space Speed 或者S-Log 我都做不到 原因是因为你走到X-Garmet 其实它已经缺制了你走到X-Log2 当然你现在见到它出来的画面是14级 S-Log2 会比较费 会比较灰 但当然你可以去到Menu里面 去设计 去设计 视频可以去到Output 去选择你本身的设定 即是你可以设计一个 例如是设计了的 或者Color Space 或者Dire Range 比较低一点的一个 视频出现出来 来到一个屏幕 给导演看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会发觉 导演可能不明白 行动是怎样的 当时他见到画面 这么灰 那么斜 那么斜 他就会说 你为什么拍摄一些东西 那么斜 你到时可以设计 相对来说 会比较 相对来说 会比较容易接受一点的 例如 执着色之后的一个画面 给导演看 他就不会怀疑 你为什么拍摄的东西 那么斜 你是不是不行 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你见到 因为如果用4KRAW的 4K XAVC 其实它的设计也挺大 所以你见到 我一转了 转了上去之后 其实你见到 我的XAVC 只可以录到2分钟 所以基本上 你都要留意 可能说 如果你在行XAVC 4K 其实你需要 使用XAVC 4K 的尺寸 相对来说 都要大一点 其实 这是整个 整个 整个 主要的 设计 其实 可以说回 但是基本上 这部机 其实我们 上一次 我们出去用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用了 最主要是用了 135的T-STOP 2.0 和FUGINON的 这支 这支 PL的 CERVAL ZOOM 因为我们 整个 其实都是 两个人去做 镜头 可能是去做 一些 设计上的 东西 所以 变成 其实 行动 相对来说 可能是比较 minimal 其实这些 可以有 SERVO ZOOM的PL镜 其实是非常之好用的 所以 可能说 例如在设计上 高 我们又需要 时间需要短了 或者可能我们 走出街出去 拍摄的情况 相对来说 会简单一点 甚至现在这个 设定 基本上 如果 你都可以 基本上 你都可以 这样去行动 当然 你的 所以 其实 无论 在 这个 下腿 或者手掌上高 其实 我都觉得 这个尺寸 虽然可能 会比起EPIC 比起CC500 会比较大一点 但其实 我觉得 都完全能够接受 例如 在影片里面 都会显示一些 例如 例如 实际的照片 是在这部相机里 如何拍摄 其实 如果 在摄计上高 我们就发觉 现在暂时 因为始终来说 比较新的 如果 是行XAVC 的 这个方法 你暂时 只可以 例如 用到 Final Cut Pro X 基本上 你可以去到 Sony 这个网络 去下载 可以下载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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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Final Cut Pro X 10.0.8 或以上 你可以去下载 XAVC 在我那部 MacBook Pro 2011年的MacBook Pro 我都可以去下载 很轻 其实它的要求 也不算太高 如果 Raw 你可以用Adobe Premiere CX6 如果你是Mac版 你一定要去到 6.0.3 或以上 下载了Sony的 RAW 就可以直接剪 RAW 在我2011年的Mac 其实 剪上来 有少少困难 可能 玩了几秒 之后 又玩了几秒 但 始终来说 RAW 始终来说 它的要求相对高一点 但是 其实 现在我知道 如果你是用了 MacBook Pro Retina 的MacBook Pro 其实 你直接剪4K 暂时 也没有问题 至于 后期的 这个执式 其实也有很多 軟件 其实有一个 我可以建议的 就是 你可以去下载 Davinci Resolve Black Magic Design 因为 如果你下载 Davinci Resolve Lite 的版本 是不用钱 唯一的分别 就是 当你扔掉 4K Source 去执式 你勾回出来 只可以勾回HD 所以 如果 你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买了一部4K 我拍了4K 但其实 我的背景最后 可能是去HD 其实 这个Davinci Resolve 其实 没有东西便宜得 不用钱 但是 可能你会问 我为何 我4K 我拍HD 为何不拍HD 始终来说 其实 4K拍出来的 sort 的细节 其实一定会比 你更美 可能你直接用HD 来拍的 所以 可能说 4K转HD 可能 不太合理 希望将来 例如 Firmware Upgrade 可以去到 2K RAW 或者2K XAVC 当你的细节小了 你可以把它押回HD 相对来说 行动就会比较好 和合理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后面 我会放了一些 short 一些making of 的视频 看看我们如何拍摄 如果你想知道 多一些 这部机的 informations 你可以去到 我们A&S的网络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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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